一定要信心坚定 绝不动摇 要记住 善道大师的教会 无论什么人来跟你讲 讲的跟本经法门不相应 我们统统拒绝 统统不接受 善道大师说 即实施释迦牟尼佛再来 释方祝佛再来跟你讲 讲的跟词经不相应 也不听 为什么呢 那不是真佛是假佛 如果是真佛 佛佛到头 一切祝佛所说 决定跟释迦牟尼佛讲的 相信 那是真佛 这善道大师 苦口婆心教导我们 最怕我们是道听徒书 听听这个法师 那个大德 再说说 对这个法门 对这个经典来批评 你心里马上怀疑 马上都聊了 或者是 接触五余六成 自己贪嗔烦恼 其先行 明立心其先行 推转 堕落 这个事情 太多太多了 再再再处处 我们都见到 抱持坚勇不退 都难 有 是勇猛进进 决心求证 实在这个证据 我们在这一生当中 决定可以求得到的 决定能成就的 只有一门 聂夫往生 不退 成佛 这一门 最苦靠 最稳当 最快速 乞讨法门 那当然也不错 怕的是我们根性 不具足 用现在的话来说 我们的条件 不具足 为什么呢 决定要断反倒 要断剑丝 要断沉沙 要破无名 这个事实太难 确实不是现代人 能做的道理 是